兄弟们 你们心心念念的夏洛特教学 来了 通过这几天的实战发现 夏洛特的强度其实并没有提高很多 虽然逐层掉落让中后界的强度容测率确实高了 但是全英雄前期提升护甲 抢转削弱 移出核线 这些对夏洛特的影响也很大 特别是全英雄前期提升50点护甲左右这一点 再当于暗影战斧又变上削弱50穿透 这导致需要出战斧的战士胜率基本没有高的 这对夏洛特来讲很致命 因为牢下本来就已经很刮了 如果拿来当上分英雄 夏洛特肯定不太合适 建议先看对面阵容 再后守住夏洛特 夏洛特的强度跟对面阵容的坦度挂钩 对面都很脆的话最高有T1.5的强度 对面很肉强度就T2.5的样子了 值得一提的是 夏洛特克制当前版本主流法师海月和火舞 现在夏洛特一级的攻击力比以前高了16点 再配合铁剑和引力敏文的攻击力 一级抢线速度大大的提升了 但问题是现在先而易业也不大 毕竟现在没河蟹了 四级线这波 对面白起出来抢线 对面打也不在 露了在 那没啥我说的直接拿下 两分钟扣一下大河蟹 说完这个大河蟹的团队能拉个200的进行仓 基本上这时候中野都会过来抢打一波三分三的团 很奇怪这把一个人都没来 那咱们舒服的直接拿下 白起附伍后很投铁直接出来抢线 看了一下地图对面中野都不在 那别灌止他直接挡 记得每次释放技能前穿插一下普攻杀最大化 现在他显然已经到转线了 但他四了 稍微拉扯一下别别大道了 他距离不够回头一二级的轻散 直接拿下 虽然前期是2-0的开局 但基本上可以看成0-0 只是拿了人头 基本上没多吃到什么野怪兵线 没有拉开什么精英差 且对抗路对局势的影响微乎其微 一定不要过度待在线上 如果有机会 就支援一波博弈一把 不然对抗路永远都是局外人 还越拉了 这波肯定还会继续打 直接传送 过去了有人数差肯定要打一波 太阔队友签手没打的海源 本来有人数差还能打到火舞被勾 我也没几能了 只能走了 也只顾着自己走 稍微演会下队友 张飞还最能杀 一级轻斩 A戳A上也打满 再戳一把拿下 要被留的闪眼拉开 给一架一处 走一抖钩子 机前离去 但接下来我们还不能走 因为路的野区被禁了 先叠一下被动在旁边埋伏 队友上了 咱们跟上去补伤害 打下黄中 支援完打不起来了 就回家处理兵线 下一塔能守的情况下 还是要守一下的 基本上现在的对抗路 从四分钟暴军刷新开始 就得全程跟团打团了 但在对抗路也很难刷起来 等打起来再过去又晚了 除非你是流邦 不散弹的话 那基本全局都十九万人 这边要打起来了 先利用小兵第二被动 武装被动了 谁轻斩 二阶大战来个轻斩 轻斩打完A2 装飞交位移给拿下 刮是刮了点 好在还有的刮 你像上个版本 你打成直接都没有被动 空一个技能就罚战 刮的机会都没有 这狗车的话 如果车就不敢 夏洛特加逐层掉落 夏洛特能他妈掉到 跟暗星一个T度去 这个逐层掉落 他其实很尴尬 对于高手来讲 被动基本上不会断 所以对高手的疑不大 对于新手来讲 他被动经常断 也跌不起来 没得掉 这要解决夏洛特 现在的处境问题 要么就谈免伤增加坦度 要么就提高出伤速度 在放七一斩的时候 让人脸上不动 慢慢刮人家 自己就他妈是个火把子 问题是伤害还低 如果把七一斩 最后一段斩上伤害去掉 那七一斩的伤害 估计连后期的轰力都不如 或者说你策划 给放七一斩的时候 加个Buds也行啊 你们看这波 海原就这么点血 我七一斩都刮不死 张飞一喷七一斩直接打乱 然后又被人甩到塔下 这他妈打成箭子就是不妥啊 收购餐姐都这么费劲 不过我本人其实是不喜欢脱肉的 实战里碰到的实力 往往都是玩家自身的问题居多 与其怪英雄 与其怪策划 与其怪队友 都不如回过头来找自己的步步 心有不得 反球诸己 这波又打起来了 但此时我没有被动 肯定是接不了这波团的 我能做的 只能保证自己不被留 很快机会来了 选择空钩 选择有机会杀 配合露露 第一时间秒的选择 紧接着 被对面海鱼拉到 先二接轻燃免伤 安全体现开 CD好了一戳 再大闪跟上击飞海鱼接轻燃 再接A车拿下海鱼 出幻境后 用技能减黄中攻速 对中快乐队友 收下黄中和队面装备 完成这波死士级反打 团灭对手 你们看 这不就又好起来了嘛 它们被杀了 射撸 请 其还是